它這麼輕 這麼穩固 可是它的 驅動單體有到16M 哇 16MM 16MM 如果是以我們現在常見的 還有道士的耳機來說 王超巨頭 聽起來還不錯 環繞的感覺也蠻不錯的 它聲音還不錯 它還有一種空氣感 因為我感覺不到它的重量 欸 不會掉耶 真的不會掉 嗨 各位喜歡衛體的節目嗎 大家好 那不趕快按讚 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別忘記追蹤 三創生活的FB還有IG 才不會透過最新的產品開箱 各種科技生活的好點子 優惠以及活動資訊喔 歡迎收看未來生活天安 我是科技外貿協會的阿珊 我是資深科技的藍貓 今天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全新的布景 今年呢為了要帶給大家 更深入更有內涵的內容 所以我們今年特別設計了5個單元 今天呢就是我們某一個 全新單元的第一集 我們的目標是科技科普 但是我們單元名稱其實 我們現在還在想 希望大家看完這期節目 如果滿意我們節目內容的話 歡迎留言我們希望 新的這樣的一個單元 可以叫什麼樣的名字 目前想到的是 幫你譜一下 那你呢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沒有 Tim呢 Tim呢 科技普通工 科技科普單元主要就是想讓大家 知道現在你喜歡的科技產品 其實它的規格是什麼樣的意思 不會被當盤子啊 你都看得懂聽的東西 知道這些規格其實帶來的實際感受 對生活的影響是什麼 那你就可以更容易挑選出 你最適合自己的你喜歡的科技產品 那今天呢我們第一集的第一個主角 就是手裡新推出的耳機 WIOE610 Floatron 那它這隻耳機一看我知道 它已經是為運動族群設計的 因為它有耳掛式的設計啊 防止它掉下來 可是呢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點就是 這兩個小喇叭是什麼 它是鯉耳式的 這個小喇叭 有點可愛 我一開始以為它是什麼骨川島什麼的 但其實也不是 今天我們新單元的內容呢 就會讓大家了解 這樣說到底有什麼用意呢 而且這樣設計的耳機 跟其他類型的耳機 到底帶起來其實有什麼實際差別呢 然後還有我們會去街頭 實際街訪用 大家聽一下這種鯉耳式的耳機 新材的感受如何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GOGO 首先呢就要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這支Float Run它的特色 它的使命就是讓 喜歡考步喜歡運動的人 又喜歡聽音樂的人 在運動的時候可以安全一點 就是因為它沒有整個塞住就聽到 開到外面 而且現在很多都有降噪 降噪開起來 哇那個音質那個沈浸感 全世界只有一個人 然後就跑 不要開降噪 除非你真的非常確認 你有做到很多非常安全 沒錯因為這一個Float Run是掛式 然後又是繞警式的設計 又是懸浮式 懸浮式的設計 你說它的這個東西是浮的 它是浮在耳朵外面的 因為它是為運動女兒身的 所以它耳掛又繞緊 就整個很穩固 我現在戴起來覺得蠻穩固的 蠻穩固的 那因為其實我覺得啊 現在真的耳機超多形態 那是不是可以請我們資深 來來來來 本集的重點來 讓我們科普一下 這麼多形態的耳機 到底要怎麼挑 OK 其實我們耳機可以從兩個面上去看 首先呢就是它耳塞的形式 另外就是佩戴的方式 耳塞的形式其實跟音質就特別有關係 一般是可以分成 耳造式的 耳造式的用來塞式的 耳造式呢其實就是大耳機 有趣的是耳造式其實分兩種幾看 一種就是全封閉的 另外有什麼半開放式的 怎麼看 看不出來啦 對 你只能用聽感去判斷 因為一般它就是做一個罩子 那我自己的耳造式的話 我喜歡半開放式的 它有比較廣闊的聆聽的感受 它也比較自然 會像是你真的在一個空間裡面聽歌的感覺 封閉式的 它雖然更容易達成好的音質 但是你聽起來也會覺得壓力更大 那是不是玩電競的都是封閉式 因為他們要聽的音效話 所以基本上他們要沉浸在這個遊戲世界裡面 也是看各家廠商它的耳機的定位 跟你聆聽的需求是什麼 你可以去做選擇 那耳塞跟耳道其實跟剛剛提到的概念有點類似 耳塞呢其實比較像傳統的耳機 就是放進去而已 可是它沒有塞進你的耳道裡面 它沒有前面那個橡膠的軟軟的東西 耳塞式跟耳道式的比起來 有點微妙對不對 因為耳道式會附各種種的耳塞 對 它要伸進你的耳道裡面 去達成更封閉的效果 所以它其實概念就有點像是前面的 封閉式跟半開放式 耳道式的更容易達成更好的音質 尤其是在貝斯的部分 所以後來其實變成一個蠻主流的選擇 你不用買太貴 你的貝斯也可以很澎湃 但是如果你傳統沒有深進耳道式裡面的 其實你會覺得更舒服 所以有些人其實寧願不要那麼重的貝斯 不要那麼飽滿的音質 也代表有比較傳統的耳機 其實那種形式耳機 也有常常把它做得很高級 很好聽 那另外一個面向就是佩戴的形式 像今天我們這支耳機 Full Run 它比較特別就是它符合了幾種描述 首先它是耳掛式 耳掛式一般都出現在運動耳機 因為它比較能夠互聽在你耳朵上面 但同時也不會耳朵帶太多困難 另外一個就是繞緊式 像這樣繞緊式的其實確保的量 這耳機它不會分散 如果你是很容易帶真無線耳機 分體式的容易掉一支什麼的 那這個東西當然會讓你更有安全感 而且你不使用的時候你可以像這樣 所以它既穩固又不怕掉 也不會弄丟 然後你隨時可以過來脖子 那我覺得其實像這種耳掛式的 如果太重也會造成耳朵的困難 沒錯 而且今天的Full Run是不是只有 33克而已 33克 超級輕耶 其實我們從剛剛錄影開始到現在 Model一直帶著 很舒服 很舒服 完全沒有負擔 它就是卡在那邊 可是它卡的力道很輕 其實它感受是蠻明顯 就是OK 我有帶東西 但是有些耳機你帶著 它會擠壓到你的耳朵 會帶一種很酸的感覺 可是這個也不會 那它這麼輕這麼穩固 可是它的運動耳機也高16mm 哇16mm耶很大 什麼概念老師 工商時間 欸同學找筆電嗎 啊對 聽說三創好像有那個微軟開學季啊 現在買筆電有抽又拿耶 是不是在指定歸位 單筆消費滿5000 就可以獲得抽獎券 而且頭獎還是GR3X 文青街拍神器啊 而且要是消費滿3萬 就可以加送配件 好理事選一啊 另外是不是3月11、12號 三創一樓廣場有微軟的 運到精算堂活動 除了有專人諮詢筆電舊機換新機的活動 如果想換筆電也可以拿舊機來摺底 現場體驗Windows 11還有Microsoft 365的話 還有好理可以拿喔 詳細活動資訊 我記得資訊欄的連結裡面有 大家可以去參考看看啦 我要去逛筆電了 對 其實這邊就回到我們這件耳機耳塞的形式的問題啦 因為其實它沒有塞到耳道裡面 它的封閉性也不強 所以其實這類型的耳機它需要更大的驅動單體 來確保它音質的呈現 16mm如果是以我們現在常見的耳道式耳機來說 網超巨的 因為一般其實7mm、8mm 就已經可以帶來非常飽滿的音質 但是因為它坐在外面 所以它才需要16mm的單體這麼大 去支持它 對 而且實際的聆聽下 其實它帶來的貝斯的感受 其實還是比不上耳道式的耳機 因為耳道式的耳機它封閉起來 因為貝斯是比較容易流失的頻率 它穿透性也強 然後當你把它封在耳鍋裡面的時候 它更容易去呈現 其實我相信它的中頻高頻的表現應該蠻讚的 它有三個按鈕 中間那個按鈕就是控制耳機的開關 然後還有藍牙的配對跟接電話 OK 它另外一個鍵就是控制音量大小 換下一首 然後它的藍牙就是5.0 所以它也可以接電話 它可以接電話 你有試過它麥克風的效果 有欸 因為我在想說它這樣子 沒有塞進有的時候會不會聽不清楚 但我發現收音都蠻清楚 或是我講到對方聽我的聲音 或是我自己聽到對方的聲音 或是我自己聽到對方的聲音 對那另外呢它有防水係數IPX4 沒有特別高欸 對就是你毫不流汗這種防水的感覺 對像游泳啊塑星那什麼建議 那其實它是設計給運動者的嘛 續航力我覺得也還不錯 它快充10分鐘的話可以用1個小時 充飽電需要30小時的時間 但是它整個充飽電的話 續航可以持續到10個小時 但我覺得它按鈕不好按 因為它的按鈕設計是設計在正側方 它耳朵會卡到我想要按它的地方 你還要先它的耳朵撥下來 撥下來 再按一下按 所以我覺得按鈕的位置可能設計在上方會比較好 那雖然它真的蠻輕的 可是我覺得女生戴方面就有一點困擾 或是頭髮比較長的男生也是 因為它是耳掛式的 啊啊後面有一根嘛 或是你拉起來之後可能就到處扯頭髮 所以長頭髮的女生呢 配戴上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實際去接訪 握和大家這隻耳機 這隻這麼特別的耳機 GO 我們現在到1樓了 對我們現在要來抓路人 我們會找那個有帶耳機的 對它本來就有在聽音樂 哈囉 不然稍微打擾一下嗎 我們是三創的編輯 今天想請大家實測一下這個Sony新出的耳機 聽起來還不錯 環繞的感覺也蠻不錯的 還不錯 它可以直接聽音樂 但是在箱子裡也感覺不會有 不會悶住 對對對不會悶住 對它 平常用的耳機是哪一種 那個Apple 覺得跟你自己平常用的耳機 差別在哪邊 因為我自己平常就是放在耳朵裡面 所以可能戴久的時候會覺得有點酸酸的 會有壓迫感 那現在這個你配戴上的舒適感受覺得怎麼樣 目前是還OK 蠻輕巧的 對就是大家耳朵上感覺比較沒有負擔 那像這樣掛著你會覺得舒服還是 可以它不會掉 蠻舒服的不會很緊 那如果是你運動的話 你會比較喜歡這種有開放式的感覺 還是耳朵塞住鑽住的感覺 兩個是都可以接受 就是看手邊有什麼的話 看手邊有什麼 像因為我們剛剛其實有看你戴自己的耳機 那你覺得這兩個感受起來 質感有差 我覺得這個東西應該價值不菲吧 跟一般一兩千的有差 平常會有運動的習慣嗎 劍軸 這隻耳機它其實是設計給那個跑者 然後運動員訓練可以用的 那這樣很方便 比較不會掉 因為它是完全沒有擋到耳機 你會喜歡這樣的設計嗎 可以的 因為擋的話是說外面全部都聽不到 這隻四千 那算還好 行啦 為什麼要拍 不可以拍 不可以拍 謝謝 可以上班這樣跑過來 月明堂也跟月明畫家 來來可以可以 遇到我跟Tim認識的朋友 然後我們現在 就麻煩他們來幫我們試聽一下 送一新出的這隻Full Run 先請我們的明導來試試 我們來試一下 比我想像中的輕輕 還行對不對 音質比我想像中好 欸不會掉欸 不會掉了 覺得如何 真的不會掉 但我還沒有流汗 我不知道流汗會不會掉 但感覺應該是不會 因為我自己比較習慣抗噪 我反而沒有那麼想要聽到外面的聲音 但是我覺得這樣還不錯 就是對運動來講 還有點累 對運動來講還蠻好 這你聽得到外面的狀況 對啊 我想說現在可以 請你就是去運動 你平常 那我記得小聲一點 就請你去運動一下 然後等一下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運動過程的靈體感受 好沒問題 好謝謝 你平常是用哪一種耳機 耳道士 你覺得這個戴起來有什麼不一樣 它聲音還不錯 它有一種空氣感 因為我感覺不到它的重量 那你滑的時候你會覺得它會掉嗎 我剛剛亂跳都沒有想要掉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OK 如果是你的話你運動會選擇 類似這種心態的 不會 為什麼會 因為我怕摔會它 我怕我跌倒 因為我們蠻常蠻常 但不會掉是真的 其實像這樣子比較好 我不喜歡這種耳道士 因為這個塑膠 因為耳朵會過敏 其實這個應該就沒這個問題 這沒問題啊 消耗圖野魚圖像工作室 野魚圖像設計工作室 按讚 IG 嗨 我們回到棚內了 哇 我好久沒接棚了很緊張 很緊張 然後被拒絕的警示就很傷心 對 可是好久移動了 對啊 好啦 剛剛其實大家的反應對這支 那蠻正面的 音質不錯 而且配戴感是蠻舒適的 很輕 然後不會掉 聽起來意外的好 可是我覺得大家的喜好其實也蠻明確的 有的人就是喜歡耳塞的 誇歸誇 那最後說你會不會買 大家還是有自己的答案 就可能是運動性質的關係 因為他剛剛有說他們可能玩滑板 對 滑板摔倒的時候會在地上滾的這種 可能這種緊掛式的 對 因為怕會壓到 外面也比較大 我們會比較擔心 可是如果像跑步感覺就比較實 那你自己呢 我不知道欸 如果我可以買一支以上的耳機 這支我會想要買起來 因為它有它獨特的聆聽體驗 真的超酷的 像開場的時候其實我偷偷會放歌 然後一邊聽 一邊跟大家講話 跟現場完全是連結在一起的 你會覺得它像是在腦洞放住聲音 可是你耳朵完全沒有被阻擋的感覺 就很像那個Cyberpunk的 直入金片 然後放音樂 直接播 然後跟你耳朵就是照樣接受這個外界的聲音 對 我自己帶也是 因為我在辦公室我做事情的時候都帶 我會覺得是你在一間咖啡廳裡面 用非常好的音響 在播音樂的感覺 就是有一種是生活中的BGM的感覺 然後如果是我自己運動跑步的話 就是真的沒有那種步伐 對 因為像耳菜式的人其實 耳道式的人其實尤其是 如果你咀嚼吃東西的時候 或是像你步伐比較重 或是有時候 什麼意思 我自己就是沒靈感的時候都會吃東西 我平常是帶有這樣造型 因為你吃東西就會聽到自己 喀喀喀那個聲音超大聲 然後又要逼我把耳機拿下來 可是帶這個我昨天一整天 就可以一直吃了 對 吃到一開始 越吃步伐就越重了 好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 它有它適合的使用情境 沒錯 運動來說 它是一個蠻特別需求的一個耳機 但使用情境上它就適合運動的人 如果以聲音的表現上來說 其實這種里爾式的耳機 它在BASS的表現上一定會有所打折 這也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如果你運動的時候 你喜歡強烈的BASS來激勵你的情緒的話 那其實這支可能就比較不適合 但如果你喜歡聽比較輕鬆的音樂 有節奏性的音樂 可是它不是靠BASS去支撐 或是大腹去支撐的話 那這支耳機其實還是可以帶來還不錯的音質 所以它的中高頻表現不錯 是呀 我覺得有那種大單體的味道 有時候我們聽小單體的耳機 你會發現它某些的聲音 好像它的喉嚨已經扯得很緊了 它沒有餘裕的感覺 但是因為這支是16mm的大單體 所以那個聽起來就是有一種很舒坦的感覺 可以很輕鬆的唱出來 我覺得如果沒有試過 如果現場有機會的話 你真的可以試試看 它跟一般現在強調抗噪 強調隔絕的耳機 靈聽體驗真的很不一樣 哇!謝謝老師提供這麼多小知識給大家選 不知道大家對今天這種提供一些科技挑選方面的想知 給大家的感受如何 如果喜歡我們這支節目的話 請幫我們想單元的名稱 對耶!這很重要 那如果對耳機方面有任何疑問的話 像我們這樣的單元 非常適合大家下面一起聊起來 那就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們的新單元囉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記得一定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